情有功 息无异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同学75岁的秀里阿嬷 当你还不能对自己说今天学到了什么东西时 就不要去睡觉哦 加油 好 老师继续陪着各位一起念书 我们看看9006职业安全卫生 共同科目不分级 所以一并级都会考这个工作项目01 职业安全卫生 我们上次讲了一半 今天就从另外一半开始讲 没有带书的同学没关系 你就看荧幕老师跟着各位陪各位念书 我们今天从51题开始 上次50题3题 然后从51题开始 在噪音防治 噪音把它圈起来 防治的对策 从下列哪一个方面 左手最为有效 最为有效圈起来 最有效的就是 从这个2 噪音源 从源头开始 防治是最有效的 所以答案是2 噪音源 这没有什么问题 52题 劳工于室外高气温 做夜环境工作 可能对身体产生之热危害 和热危害圈起来 这是关键字 以下何者非 非 非 不是 属这个热危害之状态 答案选4 痛风 痛风跟热危害没有关系 痛风是你的尿酸结晶 在你的膝关节乘积 对不对 所以跟你的热衰竭啊 中暑啊 热危害没有关系 答案选4 再来 53题 劳动场所所发生的职业灾害 灾害抢救中第一药物 第一药物为何 第一药物圈起来 一定是先救人 对不对 所以答案2 抢救离灾老公迅速就医 这是第一药物 其他的是次药的 再来 54题 以下何者是消除职业 并发生率之源头管理对策 源头管理 请你把它画出来 答案就是3 根本上就是从改善作业环境做起 这样就可以消除职业病 发生率了 所以答案是3 55题 下列何者非 非把它圈起来 非为职业病预防之危害因子 哪一个 答案是1 遗传性疾病 对不对 这个跟你的职业病是两码子四嘛 对不对 这是你家族遗传的问题 不要老板不会为这个来负责任的啊 所以答案是1 遗传性疾病是非 56题 56题 打一个星号 这个很多同学会错 对于燃油油污的破布 纸穴等应该如何处置 答案是3 因盖藏于不燃性的容器之内 这个是3 这个要小心哦 有的同学会选2分类回收桶 不好意思啊 油污这种分类啊 还没有特别分类出来啊 应该是3 不燃性之容器内 这个同学比较容易做的 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 57题 下列何者非属 非圈起来非属 使用合梯 合梯 因不合之规定 答案是3 这个踢脚与地面之角度 因在80度以上 这个不是 这个已经讲得太细了 哪有这样子 你其他看过之后 都觉得很合理 3是讲得太细了 太扯了 58题 这个也很多人都会错哦 下列何者非属 勞工非属全体癌 勞工从事电器工作 应符合之规定 答案是4 穿戴棉指手套绝缘 不好意思 你穿戴棉指手套 可以绝缘吗 不是哦 绝缘手套是专门的 棉指手套 如果在高安点 还是会 穿透啊 甚至棉指手套有孔气啊 碰到水 你还是会找电呢 哦 58题 小心哦 是选4 59题 为防止勞工赶电 就是粗电 下列何者为非 非 非就是不对的 答案是3 设备有金属外壳保护 即可免装漏电 断路器哪有这回事 都要抓 没有说因为有金属保护 就不会漏电 有金属才危险呢 对不对 3是最测的答案 所以答案是选3 60题 电器设备接地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就是防止人员感电 防止人员触电 所以电器设备都有接地端 插座有第三个接地线 61题 不当抬举导致肌肉骨骼伤害 或肌肉疲劳之现象 可以称为下列何者 答案是选2 不当动作 对不对 这些都是动作 肌肉骨骼 肌肉疲劳 这些都是动作 再来 62题 使用砖口肌的时候 不应使用下列何者 护具 不应全材 答案是3 棉纱手套 棉纱手套 砖口肌 我们都会用声音很大 用耳塞 有的人会耳罩 防尘口罩 是的 砖口会产生很多粉尘 户部镜 是的 有可能会小十字 打到眼睛 棉纱手套 不要使用 哦 这个 并没有 可以真正保护你 再来 63 晚到 症候群 常发生于下列何者作业 答案1 电脑键盘作业 就是目前各位 很多同学 或年轻上班族 整天都是打电脑 滑鼠 这个就是你的手 这个网关节 有隧道症候群 就会有问题 所以各位同学 好好保养自己身体 适可而止 64 若肺基油 引起火灾 最不应 最不应该以下列何种 灭火 不应圈起来 答案13 水 对不对 油会浮在水上面 你只是会让火更扩大 不是用水去灭火 基油这种不是 65 对于化学烧伤伤患等一般处理原则 下列何者正确 化学烧伤伤患一定是 1 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对不对 冲脱泡盖送 就是用清水冲洗 就没错了 66 下列何者属于安全的行为 答案是选2 使用防护具 当然是安全的行为 其他都是很明显的错误 不安全 67 下列何者非属 非属 打圈子来 防止搬运事故之一般原则 答案4 尽量增加搬运的距离 搬运距离增加 容易发生危险 人的力量有限 对不对 搬到后来 虚脱 这反而会造成 败运事故 所以67 选4 68 对于脊柱或颈部受伤患者 下列何者不适 不适全权 你不可以这么做 答案4 如无何用之器材 需两人做徒手 败运危险 颈部 还有脊柱受伤 你乱扳 他会受伤更严重 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这样知道吗 不要乱移动 所以这个是不是适当的处理原则 这个尝试各位同学要有 69题 防止造因危害之治本 治本把它圈起来 就是根本要怎么做啊 对策是什么 消除发生源 就是从源头来做消除 这是最重要的 答案4选3 驱实体 进入电梯使应以下列何者为宜 进入电梯一定是 让里面的人先出来 然后外面的人再走进去 再进入 这样OK 答案是选1 再来72题 71题 70 刚才是70题 现在是71题 安全帽承受巨大外力冲击后 这画起来 是之后 虽然外观良好 你应该采用下列何者处理方式啊 有可能看起来很好 其实已经排料料有系列缝了 这种情况 依废气为上 就马上丢掉了 不要再继续使用 有可能危险 72题 下列何者可以作为电器线路过电流保护之用 保护把它圈起来 当然就是融丝断路气 也就是保险丝了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 73题 1.举重 把它圈起来 举重恩有腰 是由于身体动作不自然的知识 动作是反弹引起扭筋扭腰 以及形成类似状态造成职业灾害 这种灾害类型是下列何种啊 答案就是二 不当动作 不当动作 所以各位 搬重路 身体就是要全部蹲下去 不要只是弯腰危险 这是不当动作 人的腰是承受力量是没有那么大 73题 下列有关工作场所安全 卫生之叙述何者有物 有物圈起来是错的 答案是三 这个事业单位应被制足够的零食自动贩卖机 我想不透 吃更多的零食自动贩卖机 或安装 这个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啊 有物 对不对 这个 只是员工福利吧 对不对 再来75题 毒性物质进入人体的途径 经由哪个途径影响人体健康最快 而且中毒效应最高 重点在最快 而且中毒效应最高 当然就是直接吃进去是最危险的 答案是二 食物最危险 76题 安全门 大家去百货公司有没有看过安全门紧急出口 他们是平时维持什么状态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是平常是关上的 但没有上锁 看到了啊 所以是门三 门应关上 但不可以上锁 去百货公司应该有看到吧 77题 我77里很多人会犯错 流行病学证实研究显示 轮班 夜间及长时间工作 与 心肌梗散 等一下 我跳到77了 跳过77 从来 77里 下单 顾像 防護具降能 消滅造一對聽力的傷害 遺憾 答案是三 耳罩 有的人會選耳塞 这题不好意思 耳罩比耳塞来得好 所以答案是耳罩 这个很多同学也会答错 其实八题 这个流行病学 证实研究显示 轮班夜间及长时间工作 与心肌梗塞 高血压 睡眠障碍 忧郁等离病风险 成什么关系 答案是成正相关 所以各位同学 不要熬夜 这会让你心肌梗塞 高血压 睡眠障碍 忧郁 这个都已经是成正相关的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很多人常常熬夜 后来就暴毙啊 这是这个新冠疫情 也是这样啊 很多人就是心脏就不行了 七十九题 平常要多注意重睡眠品质 七十九题 劳工若面临长期工作负荷压力及工作疲劳累积 没有获得适当休息及充足睡眠 这下好像不光是劳工 会影响 会影响他的体能跟精神状态 容易触发下列核丛疾病 答案是二脑心血管疾病 脑心血管疾病 这个就是中风 小中风 甚至心脏病 各位同学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八十题 劳工脑心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于年龄 吸烟 总胆固存值 家族病史 生活形态 心脏方面疾病之相关性为何 当然都是很正相关 你这些越有这些情况 你发病的几率就越高 这个就是正相关 八十一题 劳工常处于高温及低温之间交替暴露 或常在有明显温差 温差的场所间出入 对劳工的身心理工作负荷的影响 一般是怎么样呢 当然是会增加 负荷是增加的 冷热交替其实是影响是蛮大的 再来八十二题 感觉心理交瘁感觉挫折 而且上班的时候都很难熬 这种现象与下列何者 叫不相关 不相关圈起来 答案十三 工作相关过劳程度 轻微 把轻微圈起来 他这个不是轻微 所以这一圈不相关 这看起来金师挺严重了 不可能用这种轻眠淡写的方式带过去 八十三题 下列何者不属于 不属于化财 不属于职场暴力 答案三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里面的 不是在职场工作环境里面 所以答案是选三 不属于 八十四题 职场 职场内部常见的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 不包含 不包含全城 不包含下院哪一种啊 答案四 使劳工执行与能力经验相复的工作 这是好事啊 对不对 所以这绝对跟所谓的不法侵害没有相关 所以不包含 对不对 第四个是好事啊 你做的事情是你能力所及经验相符 压力当然有任有余啊 对不对 压力小 八十五题 劳工服务对象若属于特殊高风险群 哦 这种你服务的对象 如果是这些 其实也有压力呢 例如酗酒要以心理疾患或家暴者 则此劳工教亦遭受下列何种危害 这种是身体或心理的不法侵害 这种精神心理的压力是挺大的哦 所以八十五题选一 八十六题 下列何种措施叫可以避免 把话起来叫可避免工作单调重复或附和过重 避免 那就是让他们员工上班的排班保有规律性 对不对 其他的你看这种都会让人附和过重 连续夜班 对不对 经常性加班 这种 对员工来说都是附和过重 所以八十六题选这个三是好的 是可以避免 再来 八十七题 一般而言下列何者不属对孕妇孕妇全场 不属于哦 所以你要选一个不会对孕妇来说有危害的作业或场所 答案是选三 工作地域区域地面平台很好啊 未湿滑很好啊 且无未固定之线路很好啊 对啊 所以当然是不属于对孕妇有危害 对不对 三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工作环境 有一些工作环境会有游离辐射会对孕妇有胎儿有危害啊 像老师以前有一个朋友啊工作是常常要在影印机 影印机有辐射喔 结果他生了小孩子就有问题了 手机电视有没有辐射 有 自己注意一下 女孩子要怀孕的话 计划的话 八十八题 长时间电脑终端机作业叫不易产生下列何者 长时间不易产生什么 这个在电脑前 答案是三 体温心跳血压变化幅度比较大 根本不会动 你也没有起来跑跑跳跳 所以你的心脏体温血压根本变化幅度不大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选这个 可是相对的你身体机能没有运动 如果遇到突发状况 你就会比较早上天堂 比较快还是要运动一下 八十九题 减轻皮肤烧伤程度 最重要的步骤 最重要把它圈起来 就是 尽量用清水冲洗 刚才有一题也是一样 大量用清水冲洗 冲脱泡开手 第一个用冲的 再来九十题 眼睛内喷入化学物或其他异物应立即使用 立即用什么冲洗眼睛呢 当然是三 清水 清水 清水冲洗 再来九十一题 打一个信号 这个东西叫食棉 食棉 食棉最可能引起下列核肘疾病 答案是三 肩皮细胞瘤 肩皮 这就是 皮细胞之间 哪一层皮 对不对 像内脏表面有一些薄层组织啊 胸膜啊 腹膜 这十年接触了 他就从那中间绕成他的病变 所以答案是三 肩皮细胞膜 这个要记一下 九十二题 作业场所高频率的噪音 容易导致下列核种症状 答案是二 听力损失 听力损失 九十三题 下列核种患者 不宜 不宜从事高温作业 有些地方是高温的地方 哪种心脏病 人在高温的环境工作 心脏会加速运作 心跳 为了排汗 这有时候对于 有心脏病的人不太适合 再来九十四题 九十四题 九十四题 打一个新号 厨房设备的排流烟机是下列核者 答案是选二 局部排气装置 这个就是把厨房的气吸到外面去 排到外面去 这个没有吹 三没有吹 它又不是电风扇在那里吹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选二 打一个新号 再来九十五题 消除静电的有效方法为下列核者 答案就是接地 接地 这个有时候开车 是不是有静电呢 有 所以有的人会有一个接地的钥匙 或接地的棒 去碰一下车子的外壳 让它电倒到地面上 对不对 接地 九十六题 防尘口罩 划出来 选用的原则 下列核者有物 有物 口罩跟视野越小越好 没有关系呀 又不是眼睛 又不是眼镜 对不对 所以有物就选它 再来九十七题 劳工与职场上遭受主管或同事利用职务或地位上优势予以不当的对待 即遭受顾客服务对象及或其他相关人士之肢体攻击 言语侮辱恐吓威胁等霸凌或暴力事件 导致发生精神或身体上的伤害 此等危害可归类于下列核种职业危害 这种就是社会心理性的 这种精神的抽象的心理 所以答案是三 九十八题 有关高风险高负荷或者是夜间工作的安排或防护措施下列核种不恰当不恰当 要签起来 一 答案选一 你若受威胁或加害时在加害人离开前触动警报还激怒加害人使对方抓狂 脑子失败了 对不对 人家都已经会想要对你有伤害 你不要再激怒他了对不对 你就是好好让对方冷静对不对 但不要再激怒使对方抓狂 这个有时候自己是受伤吃亏 小心一点 九十九题 你若老公工作性质需要与陌生人接触 我可以讲完了呢 陌生人拳起来 工作需处理不可预期 不可预许的突发事件 我工作场所的治安状况很差 容易遭受哪种危害 这种当然就是组织外部的不法侵害 组织外部 对不对 因为你在外部才会跟陌生人接触 所以不会选内部 不会选一 答案选二 最后一点 太好了 这样我们就把工作项目一 一就是共同科目不分级 等一全部结束了 以下何者不是 不是把它全起来 不是发生电气火灾的主要原因 答案是三 电缆限制于地上 电缆限制于地上 它没通电 也不会发生电气火灾 是吧 所以答案三 选三 不是 好 那我们这样就把这个 这个工作项目一 职业安全卫生共同科目不分级 大家把它全部复习一次 并且强调容易错的地方 希望大家边听边学 好 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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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